80人上战场 结果回来81人 大家都知道战争是十分残酷的 无论规模大小 总会有人伤亡 甚至有的国家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 不顾人民的生死 造成世纪惨案 但有这么一个国家 东平西凑的组建了一支80人的军队参加战争 不仅没有出现伤亡 甚至回来的时候还多出来了一个老六 这个国家就是被称为世界最幽默的国家 列之敦士登 它是如今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 位于瑞士和奥地利两国的交界处 面积小到还没有我国的一个城市大 但因为国内资源丰富 自给自足 所以在这里的人们生活非常惬意 向往和平 因此这里也没有常备军队 但在一场战争中 列之敦士登不得不参加 而后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属实是小母牛坐飞机牛上天了 事情还要从1866年说起 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俩国家 为了争夺整个德国的统治权 开始发动战争 但夹在中间的列之敦士登就很难受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不让它保持重力 必须要加入一方阵营 要不然就会挨打 列之敦士登没有办法 再加上普鲁士当时的态度很强硬 威胁列之敦士登加入自己 这不是无理挂葫芦 真把自己当爷了吗 列之敦士登也不惯着普鲁士 选择加入奥地利的阵营 但自己当时也没有军队 于是东拼西凑 通过全国阵兵 目击到了最强战力 组成了一个80人的军队 但对于一场战争来说 80人还不够塞牙份的 但毕竟苍蝇再小也是肉啊 当列之敦士登的部队到达战场后 奥地利也体谅他们 给他们派了一个不怎么重要的据点助手 毕竟他们没有任何的战斗经验 如果真打起来 这80个人只是上去挡子弹的 很巧的是 据点对面的军队是意大利士兵 要知道 意大利的军队可不是一般人 他们可是诺贝尔和平军队 手段极其残忍的通心粉杀手 当初希特勒想要和意大利一起去攻打波兰法国 却遭到了意大利的拒绝 随后看到德国闪电战拿下波兰后直奔法国 意大利心想自己可不能坐以待毙了 紧忙宣布向法国宣战 想要趁着德国的攻势分一杯跟 但还没等意大利出手 法国就顶不住德国的进攻了 这可让意大利脸上没面了 白拿一片殖民地啊 这在国际上他国怎么说意大利啊 为了彰显战胜国的分范 意大利决定和德国闪电战的做法一样 向法国进攻 但毕竟法国也不是吃错的 想要打个意大利 精彩绝伦呢 没等意大利发起攻势 法军便把意大利打得是鬼哭狼嚎 一场战争死伤一军六千余人 所以当列支敦士登的军队 碰上意大利军队时 双方就像是心有灵犀一样 互相在阵地上待着吃喝玩乐 没事呢放两枪意思意思 从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 列支敦士登的军队没有阵亡一人 对面的意大利军队也是收拾收拾行囊 开拍屁股走人了 列支敦士登的军队也自然回到了祖国 但此时呢出现了史上最幽默的事件 列支敦士登总共出兵八十人 结果回来了八十亿人 历史中从来只有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少 哪有越来越多的 事实的真相是 在列支敦士登回国的路上 遇到了一个迷离的奥地利通讯病 便顺手将他带回了国家 不得不说 这个国家的人真是热心肠啊